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石一玉兰 一连几天,花莲县的封冰箱非常的热闹 沿路的海岸阿美族各个部落都在举行一例信 那么县长许正伟就表示 封冰箱的海岸阿美族部落都有保有了完整的传统文化 而鼎阿老丰富部落也是古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 也很开心见到旅外的工作或者是求学的族人都回来参与记忆 透过了阿美族年龄阶层文化 亲眼见证了各阶层,彼此分工合作 青年与长者之间的互尽互爱 更显现了传统文化的可贵 青年手牵着手唱着鼓调 这是顶阿老丰富部部落的丰年纪 县长徐真卫也来到现场跟族人同乐 都能够回到部落,那会让部落更有生命力 而我们的Galas Nomita,我们的Inama,Mama Nomita 都在等着我们年轻人回来 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年 我们自己的过年,一定要回来 对不对 县长徐真卫表示 封冰箱的海岸阿美族部落都保有完整的传统文化 顶阿老丰富部落也是古老的阿美族部落之一 很开心见到旅外工作或求学的族人回来参与祭典 透过阿美族年龄阶层文化 亲眼见证各阶层 彼此分工合作 青年与长者之间互敬互爱 更显现传统文化的可贵 组曲的文化继续来努力传承 来来来来来来来 部落正面临着如何保留 以及传承文化的挑战 取正为期盼青年们能够继续肩负文化传承的使命 让宝贵的文化得以绵延不绝代代相传 记者高双双风冰箱采访报道 好